嗨,大家好,我是柳宁 今天带来一期五五的现金局 这个局上的玩家,有几个人我之前打过 有几个不太熟悉 起手还是正常的,一百个大忙,也就是五百 开场的第一手,这时候我刚坐下还没准备好 连手机都还没摆上,就一圈人已经limp了 我在小忙一看是四十不同花 因为是五五嘛,大小忙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不用再补筹码 就这个烂牌我也没打算架起来手机 就先敲牌过了 所以这一手没有录 结果翻牌上直接发出了四四八两张红桃 这个牌其实我可以领打 不过因为后面有很多人 也不知道有谁是口袋对儿 或者有八,卡顺听花这些牌 如果我打一枪的话 基本上他们都会跟 而同样的,如果我过牌的话呢 这些牌里面有一些人可能会打一枪 所以我决定先过牌 然后看情况,check race 枪口领打了15,一个人跟着 然后button race到了75 button这里如果是听花或者卡顺 或者是小口袋对儿 我认为都是完全可以就跟一枪 不是一定不能raise 不过确实没什么必要 所以我基本上直接把它放在了有八的牌上 我虽然不怕button这个牌 但是我怕自己跟住之后 后面那几个人又跟进来 其中说不定又是谁在听花或者卡顺 所以这里我倾向再raise一下 第一手上了正好500 我也没有想太多 就直接推了 其他人都弃牌之后 button开始响 因为这是第一手啊 气氛很轻松 button这个玩家 也是我一起打牌很多年的朋友 他就坐在我上家 我就转过去跟他说 看看咱们的踢脚谁大 然后button问我 你是八级 当然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我在小忙先过牌 还能推他熬夜 以他的水平 肯定认为我大概率是有四的 他稍微想了一下 还是跟住 然后亮出来一个四六 跑一次 转牌合牌 完美的避开了六 第一手我就成功翻倍了 下一手枪口limp中位open二十 我在小忙拿到对七 这里其实是有三bet可能的 不过呢 枪口这个玩家的limp 我还是比较敏感 如果他是经常limp 或者一般都是limp靠的话 那么我是有很多的三bet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和枪口 这个玩家打牌 我不知道他的limp 都是什么范围 会不会存在一些 等着Aces Kings啊 在limp race 所以我先跟住 熟悉一下枪口的limp打法 然后大忙跟住 枪口果然limp race到了八十 这个尺度显然是小了 然后中位跟住 那么我肯定也是要跟的 大忙弃牌 三人抵持 翻牌356彩虹面 这里我虽然超对加卡顺 但是我都是百分之百的过牌 枪口Cbet了130 后手只有200多 中位想了很久 然后弃牌 对于枪口这种翻牌前 很小尺度的limp race 然后在356这个牌面上 多人抵持里 Cbet半尺之后 留下不到半尺的范围 我是完全没有概念会是什么牌 这其实也是limp race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只拿 Ace as Kings limp race的话 范围就会太明显 那么其他人打法就会很简单 不中就气 所以如果你为了平衡limp race的范围 那么在里面再加上什么 Ace King Ace Queen这种牌 那么第一 limp race的频率会太高 第二 limp race在前卫 不中的话 这种两张高牌又很难打 难道要强行去演自己是 Ace as或者Kings吗 那么很容易就会在已经造大的底池里面去过度的炸火 然后动不动就打光一整桶去all in炸火 所以limp race的主要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没法平衡 这里即使他的范围里面确实存在很多更大的超对 但是在356这个牌面上 我肯定是没有气牌的 我也完全不知道他的limp race范围 所以这里既然对手后手没多少了 我也不想跟一枪以后转牌或者合牌上出一张A或者King 我还要被迫气牌 所以我主动all in推出去 对手没有多想就很快气牌了 看来果然是两张高牌 下一手 我double straddle到20 cut offlimp button open到100 回到我 我拿到Kings 三bet到325 button跟住 后手700 也就是一个满持 正常从55的排局来说 我的筹码深度是200个大忙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double straddle 就变成了50个大忙的深度 这里我认为 但凡对手是个ace king 基本上都是标准的翻牌前all in 口袋queens和jacks也是类似的意思 也许存在一些aces的慢打 最合理的范围 还是什么ace queen同花 ace jack同花 或者对九对十这种范围 翻牌king75彩虹面 这个牌面啊 我既喜欢又不太喜欢 喜欢是因为这个翻牌 我中了nuts 不喜欢是因为这个牌面太干了 而我中了顶三条 对手又是一个很紧的玩家 他的范围里面 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对五对七 但是可能性不大 我自己又是三张king 那么他能中什么呢 对手就是一个满持了 所以其实就是两条节的价值 这里如果要c的话 就要打小一点 过牌也可以 我决定在680的底持里面 打小一点 尽量让那种ace queen 或者ace jack 为了中一张a 在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还能跟得尺度 所以这里我只cbit了150 对手跟住 现在底持1000 他的后手还有550 转牌一张不同花的4 我all in半尺左右 对手想了一会儿起牌 其实这里之后想想 应该这个转牌上 可能过比较好 这个牌面对我来说 还是非常安全 没有任何可担心的 其实应该给他一个 合牌上中a或者中 queen的机会 下一手 枪口又另跑 我在中位拿到了 aces open20 button大芒 枪口都跟住 四人底持 翻牌670彩虹面 过牌到我 这种多人底持 有天顺的牌面 我的抄对都是有很高过牌频率的 这手牌我也过了 然后button在80的底持里面打了35 大芒跟住 枪口气牌 这里我是非常愿意看到枪口气牌的 因为枪口筹码比较多 有1000多 我有2000多 但是button和大芒 这两个还在底持里的玩家 后手都只有400多了 那么button这里 完全可以是利用位置优势 拿很多牌打出来的 任何的对子 包括带对卡顺 都有可能打 大芒呢 看起来也差不太多 应该不太强 所以枪口气牌之后 我愿意拿Asus 和他们两个人之间 任何一家 或者两个人all in 去冒险输光这400多 也就是不到100个大芒 而如果他们是带对卡顺的话 很有可能也会跟 这里我倒没有直接all in Race到了200 然后button跟住 大芒气牌 转牌一张5 关系不大 button后手还有200多一点 我all in 它秒跟 然后亮出来了 八九方片的天顺 这个就是多人底持里面 有天顺牌面的危险之处 这种情况 抄对都是非常难受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vlog 之前有很多次 我都是抄对 在这里过牌控制了 而且有几次 真的是避免和天顺打光的情况 这手牌 我拆Chris的原因 是因为两个对手 筹码都比较短 多人底持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主题 在娱乐局里面 会打多人底持 甚至比会打单挑更重要 因为多人底持 很可能就会出现all in的大底持 也就意味着 一不小心 就可能会输光一桶 我在会员视频里面 放了多期去聊 在多人底持里面 打牌的禁忌 和宏观的思路 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加入会员去看 下一手 我在枪口拿到五七红桃 这个牌 放在十年前的打法里 几乎所有的职业牌手 都会在任何位置去open 而放在现在的打法里 没什么好想的 在枪口应该是一个秒期 所以我决定自己open20 然后跟进来五个人 是一个六人底持 不过五七通花这个牌 不像是ASIS 翻牌后很难受 五七通花 不中的话可以非常轻松的放弃 结果翻牌 A68两张梅花 一张红桃 我两头听顺 还有听后门花 这张A也很适合我 所以我决定 在这个120的底持里 直接C bet了100 比较重的下注 然后button和大芒 两个人都跟住 三人底持 转牌红桃三 当时呢 我的感觉是 button比较像是有A 大芒比较像是听牌 而现在我是组合听牌 我在420的底持里打了300 之所以选择这个尺度 是想打掉所有的听梅花 甚至同时打掉一些小的AX 比如button如果是个A4或者A5 有可能会弃 但是button还是跟了 大芒弃牌 到现在和我预计的差不多 大芒是一个听牌 可能被打掉了 button有A 没有走 现在底持1000 它的后手还有700多 我的计划是 盒牌上如果我中了顺 或者中了花 我都会凹印去拿价值 如果出的是梅花 我也会凹印去诈呼 因为在我的视角里 button不太像是听童花 而更像是有A 而且它的踢脚不会很大 因为翻牌前 它只是跟住 如果合牌出其他的牌 我就放弃 合牌一张方片6 现在几乎所有的听牌 都失败了 所以我凹印诈呼的话呢 对手的A可能会来抓 这不是一个 非常适合诈呼的情况 所以我过牌放弃了 我在会员视频里面 也专门讲过 什么情况下适合去诈呼 什么情况下适合去放弃 对手想了一会 all in出来 然后我秒弃牌 然后对手亮出来了 A6的Full House 幸亏合牌上没有出梅花呀 不然我all in炸火的话 它的A6两对 估计也不会弃给我 这两手牌 连续输掉了1000多的筹码 下一手 枪口straddle10块 我在加1拿到了 口袋Jack's Open40 4个人跟 又是一个5人底持 这个牌在前位 真的是有点蛋疼 翻牌 Jack24彩虹面 我又在翻牌上中了Nuts 这回不但疼啊 但是和之前那手口袋Kings 中了三条有点类似 这个牌面非常非常干 我的顶三条 真的不太好拿价值 而现在呢 5个人的底持 也不知道他们谁是在卡顺 但凡有人卡中一个顺 他都是稳稳地吃我一桶 如果是单挑 甚至三人底持的话 我都有可能会过牌慢打一下 但是5人底持 我决定还是Cbat出来 也不打太大 怕没人跟得下 就在200里面打了一个125 这个尺度 我估计口袋对 或者有4 应该都能跟一枪 但是只有枪口 一个人跟住 转牌一张5 现在还真有顺面了 现在我后手还有700多 底持450 毕竟对手是一个straddle的范围 那么他可以有 4 5 2对 3 4 3 5 这种带对挺顺的牌 我决定打一个 这些牌还能跟得下的尺度 打个250 但是对手还是弃牌了 确实啊 这种牌面上又是多人底持 过牌怕被人中了干一桶 打出去呢 又容易都弃牌 确实是不太好拿夹子 下一手 三个人Limp 我在Button King 10不同花 Open 40 然后又有三个人跟进来 4人底持 翻牌 Queen Queen Jack 两张红桃 我现在是两头听顺 所有人都过牌给我 在一个160的底持里 Cbat了50 结果只有枪口一个人跟 转牌方片6 不相关 这个牌面上 对手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听牌 现在都没中 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有Jack 或者口袋队 包括根据我对这个玩家 短暂的在这一场上的了解 他属于打得很被动的类型 我怀疑他如果真有Queen的话 说不定都会在这儿 只是跟住 而不Race 来慢打 当然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我再开枪的话 即使打得比较大 他有一张Jack 应该也不会弃 当然 再开枪也许能打掉 对手听红桃 不过我现在是King High 大概率本来就是领先的 位置优势也不着急 合牌上如果出红桃 他打我就气 他过牌我就也过 所以其实并不难决定 这个已经想好了 合牌一张黑桃A 现在这个牌面上有叠牌 然后我中了顺子 对手在260的底池里 0打了160 这个尺度也不算大 这里我肯定是要Race的 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 如果对手有A 他能跟下我多大的Race尺度 如果他是有Queen的话 能跟下多少呢 现在我后手有900左右 其实我怀疑 如果我直接All-in的话 他有Queen都很可能会跟 有很多玩家呢 确实就是在这里有三条 就是有多少跟多少 但是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打 我不确定他是哪一种类型 我还是希望能100%的 拿到Queen的价值 同时如果他真的投很铁的话 有Ace也说不定能跟下的尺度 所以我只是Race到了600 其实600也不算小了 但是对手没有花什么时间就跟了 然后真的亮出来一张Queen 看这个架势呢 确实可能我All-in的话 他也会跟着 下一手中卫Open15 一群人跟着 我在小茅Jack9黑桃也跟 7人底池 翻牌15-3两张黑桃 所有人都过牌 转牌红桃6 我现在听同话 在90的底池里领打了75 大芒和Button跟着 合牌方片2 出了单张的顺子 因为翻牌前都是15块钱跟进来的 所以即使前卫的人可能没有太多的4 大芒小芒和Button 我们这三个人 真说不定谁是有4的 不过根据转牌上 整个行动给我的感觉是 这两个对手都不像有4 所以我决定偷出来 在300的底池里面打了225 大芒弃牌 然后霸弹开始响 他一边响一边说 他什么牌都打不过 而且我完全可以有4 非常合理 然后说着说着 他就跟住了 然后亮出来了一个69不同花 而且是黑桃的6 虽然现在是单张顺了 但是69呢 小频率的抓机也不是完全不行 要是我的话也有可能会转 但是有一张黑桃6 我应该会气的 可能就是他真的独准了 或者说他坐在了我上一家 感觉到了什么东西 导致了这个非常惊人的抓机 今天的最后一手 有人double straddle到20 我在中位open60 hijack跟住 straddle跟三人底池 翻牌 Quin16两张梅花 这里我中了Quin 三人底池 我肯定是要cbet的 我在200的底池里打了125 hijack跟住 转牌 红桃Quin 现在有听后门的红桃 我在450的底池里打了300 对手跟住 那么现在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hijack位置可能是什么样的牌 我自己连开两枪 听牌和有Quin 都是合理的可能性 我的一些听牌组合 像是梅花 Ace King Ace Jack King Jack 红桃 Ace King Ace Jack King Jack 都是完全合理的听牌 那么对手没有race我 我认为他在翻牌上 几乎是没有两对或者三条的可能性的 也就是说他的成牌 基本上最大就是一张Quin 如果是Ace Queen的话呢 我假设翻牌前他可能会三bet 我认为他有Quin的话 更合理的是 Queen Jack的铜花 不同花 还有Queen 9 铜花这些牌 所以我的King Queen 是非常自信领先的 合牌一张方片二 完全不相关 所有的听牌都失败了 现在底池是1000给50 我的后手是1400 所以我决定直接这里 凹印1.4倍的超齿 我认为这个牌面上 对手所有的Queen都是不得不跟 有时也存在抓鸡的机会 然后对手想了一会儿 数了一下底池 然后呢 比较平静的跟住 他这一套反应下来啊 给我的感觉 真以为他是一个Queen Jack之类 不得不抓的牌 结果在我亮出了King Queen 不同花之后 他翻出来了一个 口袋6的Full House 这个牌我是真没想到 这么危险的翻牌 而且当时呢 还是三刃底池 他的三条6居然只是跟住 虽然从结果上来看 他赢了一整筒 但是实际上 我认为这个三条6是打错了的 原因是 这里我骑手筹码接近2000 他比我多 放到一个55的牌距离 400多个大盲 是挺深的 但是因为存在double straddle 所以其实深度就是100个盲 那么在这个牌面上 我的King Queen顶对King的踢脚 他是三条6 100个盲的深度 其实就是应该打光的 他完全不需要去承担 这个慢打不必要的风险 而他只是跟住呢 Button就有可能拿更多的听牌跟进来 包括盒牌上 如果我不超持all in 而是在这个1000的底池里打一个六七百 跑all in我整个的后手 我也是会跟的 有的时候 三条在盒牌上打出来被race了 可能对手存在很多fullhouse的组合 那么对手比较深的情况下 是可以弃 但是这一手牌呢 我认为他翻牌上了两对或者三条 都应该是race的 所以我认为他的fullhouse可能性非常低 那么这手牌 其实怎么打都是会all in 他就是一个冤家牌 但是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冤家牌 对他来说 其实他没有必要承担这么多风险 特别是翻牌上是三人抵持的情况下 OK 那么今天这一场呢 也是过山车一样 我先从500打到2000多 然后输回到1000 后面又赢回到2000 然后一手冤家牌打光了 整个过程中存在很多有意思的决策 感兴趣系统学习poker的观众 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 或者在视频简介里面 找到加入的链接 我们下期见 OK